各位观众讻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情是翠二人组 我是林云生 我是吴炳炎 吴炳炎 北京北角中美贸易战都打了一段时间 双方互相出招 对中国人尤其是做美国相关生意的企业 都少不免有点影响 你作为一个红底的中国香港人 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 你也写过一篇文 另外一位评论员盧雄杰也写过一篇文 我们去买人民币 我常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虽然不是真的战争 不是战场的战争 但是贸易战亦是一场战争 也是一个国力 是的 你想想以前韩国人当他割烂的时候 他们会拿些钱出来献金 献给国家 很感动 中国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香港可能有些事情 譬如我们不是商人 我们又不是政策的参与者 我们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 但是有些小事我们可以做 譬如我们去买多些人民币 你做定期也好 都是支持国家的一样 如果你要换手机的话 不妨换一下华为那些 国产的手机 我换了华为我 我也用了很久 就是用一些中国製造的手机 因为现在中国製造的手机 都非常 基本上的性能是很好的 跟美国那些差不多 而且我发现价格又比iPhone便宜很多 我换了华为之后发觉 便宜一半的价钱 用起来分别不是很大 甚至将来我们希望我们国家做得更加好 是的 例如买多些中国製的产品 无论是电器也好 或者是其他货品也好 因为我也是一个主妇 我也是去街市 在街市里看到一些民情 例如美国的水果真的便宜了很多 很多妻子就说 因为现在贸易战 美国的车离子进不了中国 所以滞留在香港 以前六十多元一磅 现在三四十元就有了 有时有些这样的可能是好处 但有时我们虽然见到一些好处 我们都忍得忍受想清楚 其实我想我们最主要是支持自己国家 买些国货 就算是生果 我们中国产生的生果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尤其是运来香港那些 很多时候是挑选过的 更加优质的 但是呢 你就这么说而已 大部分香港人这么说而已 好像某些人不是这么看的 是的 我们就搜集了一些立法会议员 如何看中美贸易战 比如呢 这个民主党的黄碧云 他说贸易战里面 香港无法改变什么 但作为香港的政党有责任 香港受到最少的伤害 维护香港目前享有的独特关税优惠 希望香港可以自保其身的态度 那麽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 郭榮鏗呢 甚至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 就叫做美中贸战下香港的战略价值 那麽就是暗示香港可以法国难财 那麽因为呢 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地区 那麽现在中国受影响 喂香港 他即时想到的不是支持自己的国家 是想到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发达 那麽我不知道他发表这篇文章是一种什么心态 那些是自私的心态 这些是法国难财这件事 其实很老实说香港已经发了很多年了 就是以前中国穷的时候 就是靠香港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已经拿了国家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又不用纳税 亦都不用付军费 亦都不用服兵役 那已经有很多好处 你还要拿这些国难来拿好处 我们很正常就想着 希望我们国家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大家知道其实都真的不易打 两边都会输 两边都有损伤 尤其对中国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关 不过如果大家细心的读者看一个标题 就会知道郭荣亨这篇文章就是 他说美中贸战下香港的战略价值 大家留意是美中 不是中美贸易战 对啊 我们一直说中美贸易战 是的 郭荣亨就会说美中在这些细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公民党这些大狀的心向着那边 其实这种政客的心态影响了很多市民 比如我们叫黄尸的市民 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奇怪的心态就是 这次死定了 中国死定了 中国崩溃了 这次还不死 懒得了 做大国了 现在就坎头埋牆了 很多这些言论 我觉得很奇怪 你反过来 无论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日本也好 德国也好 任何国家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我想那些国民是不会说 你死定了 你活该死定了 这次死定了 就是不会这样的 但是香港人 黄尸就会这样的 就是你的政党掌权那个 你认不跟他都好 你都是那个国家的人 所有世界都是这样的 唯独香港人有一群人 他甚至会觉得他的文化价值观 跟美国比较近 譬如 这个郭荣亨也不算最离谱 楊岳桥就是公民党的党魁 他跟梁家傑一起去美国 跟美国人说 我们都是中国的受害者 我不知为什么他可以代表我们香港人 不知别人才不在他 香港也是中国的受害者 希望美国就看着香港 我不知道这些是中国人说的 还是美国人说的 但是去到最后 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一厂情愈 去到美国是否认同他自己有 我真的不知道 是的 没错 所以我经常觉得 很多人说 其实有些中国人是有心人 大家希望知道 如果中美贸易战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刚才也说过 我们可以买人民拜 可以买国货 有些人甚至买回来地买房子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要为国家添烦添乱 就是当国家要打大仗的时候 我们这里在香港这些地方 还有一群人 还在这儿 整天在这儿搞一阵 有空就要搞一下国家 所以我又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立法会其实的宣誓条款里面 就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 立法会议员有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否应该违反誓言 是否应该DQ呢 是的 这个员是有理由去DQ他 是的 应该要认真考虑一下 这些人DQ了 有些读者说 只要DQ他们做香港人的资格 是的 我们是中国的香港 我们不是美国的香港 他们慢慢去英美乞求自己的身份 不要代表我们香港人 多谢大家收看 正情时趣二人组 拜拜